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 主题是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由秀军牧师撰稿 以赛亚书有四首关于弥赛亚的仆人之歌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是第四首 第一首仆人之歌是以赛亚书第42章 弥赛亚必将功力传给外邦 前半段描述了弥赛亚第一次到来的谦卑与执着 他不喧嚷 不传声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不灰心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 神呼召他做众名的中宝 做外邦人的光 开瞎子的眼 领被囚的出牢狱 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下半段则描述弥赛亚的再来与末世的审判 他必向勇士出去 必向战士激动热心 他要喊叫 大声呐喊 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第二首仆人之歌是 以赛亚书第49章 弥赛亚的双重使命 使以色列终得保全的归回 并做外邦人的光 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 弥赛亚从母父 神就提名招他 使他的口快如刀 却将他藏在首阴之下 又使他成为魔量的剑 却将他藏在他剑袋之中 这就是弥赛亚隐藏的生命 虽然看似突然劳碌 却有把握之道 他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 神使他做众名的中宝 或中约 复兴遍地 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第三首仆人之歌 是弥赛亚书五十章 弥赛亚的特质 他有受教者的舌头 用言语扶持疲乏人 他有受教者的耳朵 能以听见并且完全顺服 不违背不后退 他是受苦的仆人 被欺辱时不还手 却持有坚定的心智 因有神帮助 必不知羞愧 他有强大的后盾 有神称义与他相近 没有人能与他争论 与他作对 或定他有罪 第四首是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 至五十三章 也就是今天的经文 弥赛亚是受苦的仆人 被人藐视 被人厌弃 却成为赎罪计 担当了人一切的忧患和罪孽 并有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以称义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弥赛亚的受苦 弥赛亚的受苦不是突然的 这首仆人之歌的最后说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第四首仆人之歌 来默想弥赛亚所受的苦 以及弥赛亚受苦的功效 首先 神亲自介绍了这位弥赛亚 神的仆人 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 必被高举上升 且成为至高 许多人因他惊奇 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 他的形容比世人高哭 这样 他必洗尽许多国民 君王要向他闭口 因所未曾传语他们的 他们必看见 未曾听见的 他们要明白 接着就发出两个疑问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节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榜币 向谁显露呢 这里传信息的我们 包括了向人启示 必彰显大能的神 也包括了与神同工 按神的启示 发预言的以赛亚和众先知 以及历史历代 传讲神话语的圣徒 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有谁相信呢 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 在七百多年后 果然应验了 但是 当弥赛亚道成肉身 来到百姓当中 行了许多神迹 他们还是不信他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 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主的榜币 向谁显露呢 弥赛亚的受苦与受死 此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眼中 看为愚拙 但在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在犹太人 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 为愚蠢愚拙 但对于那蒙昭的 基督却总是具有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第二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 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这节从两方面来讲述 为什么会有人不信 一 弥赛亚平凡的出生 他倒成肉身 成为完全的人 像普通人一样 生长如嫩芽 从一个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能的婴孩 各方面渐渐成长成熟 他出生的年代 像根出于干地 他的降生 不是在以色列国 兴盛的时期 而是被罗马压制的年代 那时 以色列已经有四百年的沉浸 没有从神而来的末世 从而可见 以色列当时的属灵生命 极其的酷干 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 都没有成为他的阻碍 因为他活在耶和华面前 他从神那里得到滋润 得到喂养 得生命 得能力 所以在极其干旱的环境 活出了丰盛 活泼的生命 这样的弥赛亚 卑微的出生 平凡的家庭 有谁相信呢 但那夜刚开始 听见是约瑟的儿子 纳萨勒人耶稣 就瞧不起他说 纳萨勒还能出这么好的吗 但听见了耶稣说 看见他在无花果树下祷告 他就信了耶稣 后来 后来耶稣在他成长的纳萨勒服侍 虽然众人称赞他 并吸起他口出恩言 但却无法接受 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他的弟兄们不是叫雅各 约西西门犹大吗 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他们认为 如此平凡的家庭长大 不可能是再来的君王和救助弥赛亚 因此而厌弃他 您知道吗 虽然人瞧不起耶稣 但耶稣没有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而自卑 也没有被枯干的环境所限制 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 你我也可以像耶稣一样 无论我们的出生再卑微 也不需要感到自卑 更不需要成为恶劣环境的受害者 我们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 与神连接 活出那荣耀的生命 第二 弥赛亚平凡的外貌 人们期待和想象的弥赛亚 是一个外貌出众 高大威猛 帅气十足 满有英雄气概的男子汉 但是耶稣的长相和外貌 却极其的平凡 并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也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 原来 神不要我们被外貌吸引 而蒙蔽了双眼 神让我们看见 弥赛亚生命里 所散发出的恩典与真理 口中的恩言 彰显的大能 以及天父永远不变的慈爱 亲爱的 这样一位外貌平凡的弥赛亚 你相信吗 在人看来平凡不过 实际上 弥赛亚却是最美丽的那一位 他是万国所羡慕的 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 他的荣美将吸引万民归向他 不是因为外在的相貌出众 而是因为他的生命 他是父神怀中的独生子 他彰显了父神的荣耀 生命里充满着的 满是神的恩典与真理 若我们愿意相信 我们必能看见主的荣光 来瞻仰他的荣美 第三节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原来 神早已经知道 也早已经一言 弥赛亚将被人藐视 被人厌弃 因他平凡的出身和外貌 人瞧不起他 他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英文版本这样翻译 A man of silence And a quindon was grave 这并不是说 弥赛亚就是一位忧郁王子 整天愁眉苦脸 对人生绝望 而无止境的叹息 不是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形容的弥赛亚 是一位深深明白 人的苦楚 到了一个地步 圣经称他为 A man of silence 因为他道成肉身 成为了人 经历了人一切的苦楚 他体会人的痛苦与忧患 饥饿与疲惫 他体会被人侮辱 被人误会 被人讥笑 被人拒绝 被人撇弃的感觉 所以无论是心灵 或是在身体上的苦楚 他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他都亲身的经历了 而且他由此看见 人的刚硬与悖逆 看见人的受苦与悲痛 他的内心也是极为难受 如此平凡的耶稣 不但没有外在吸引人的 特别之处 而且还多受痛苦 尝尽忧患 耶稣来到自己的百姓中 却被他们拒绝 许多人没有看见 他隐藏的荣耀 也没有从他的恩言 和神迹歧视中 看见他的荣美 所以他们藐视耶稣 他们眼眠不看 也不尊重他 人不但藐视他的出生 和原生家庭 甚至还诽谤耶稣 靠着鬼王赶鬼 最后选择释放了 罪犯巴拉巴 却呼唤要定耶稣十架 如此一位被藐视 被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的弥赛亚 但希伯来书 却告诉我们 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 而且能够帮助我们 亲爱的 您是否也曾经被人排挤过 被人藐视过 被人侮辱过 那让我们一起来到耶稣面前 他体会你的不容易 他已经跨越了人的藐视 和人的厌弃 他必能够帮助你和我 一起来跨越 我们不需要活在 被拒绝的阴影里 我们不需要再自卑 也不再心怀苦毒 而是要绽放出丰盛生命的色彩 并且能体会他人的软弱和不容易 Amen 亲爱的 这样的弥赛亚 被人藐视 被人厌弃 甚至人眼面不看他 也不尊重他 这样的弥赛亚 你相信吗 接下来 以赛亚解释 弥赛亚为什么要承受如此的痛苦 第四到第五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原来 弥赛亚担当的是 你我的忧患 背负的是 你我的痛苦 承受的是 你我的刑罚 他被压伤 是为了 你我的过犯和罪孽 他是一个全然洁净 毫无玷污 本不该受罚 本无需受苦的 但却为了你和我 他多受痛苦 长经忧患 受责罚 受压伤 亲爱的 只要我们相信 是的 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相信 我们就能因他受的刑罚 而得平安 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 而且我们也因他受的鞭伤 而得全然的医治 第六到第九节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 被迁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 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吗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 这里强调神的主权 是耶和华 是众人的罪孽 包括人一切的罪行 一切的悖虑与私欲 一切的偏行几路 以及顶撞神的罪 都归在弥赛亚身上 他是神的羔羊 是戴罪的羔羊 背负世人的罪孽 耶稣被审问的时候 如羊羔被迁到宰杀之地 他闭口不言 甚至周围的人都讶异 为何他不为自己辩护 原来他全然降服于神的主权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 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轻声担当了我们的罪 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却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 监督了 圣洁无罪的耶稣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竟然与恶人一样同被定罪 同被埋葬 他没有罪 原本不需要死 也不需要被埋葬 却为了我们的罪 承受了罪人的死 与罪人同埋葬 耶稣定十架时 走右两旁也有两位囚犯 同样定十架受死刑 耶稣死后 也如以赛亚的预言 葬在了财主 雅利玛太人 约瑟全新的坟墓里 亲爱的 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早在神的计划里 也早在圣经的记载里 预先告诉了我们 好让我们看见就相信 十到十二节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计 他必看见厚意 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 劳苦的功效 免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谱 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 与卫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卤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这里再次强调了 神的主权 英文翻译说 It is pleased the Lord to bless him 神喜悦将耶稣压伤 使他受痛苦 不是因为神喜悦 看人受苦 那是因为耶和华 以他为赎罪计 因他担当我们的罪孽 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补偿了我们的过犯 使神的公义得满足 耶稣不是白白地受苦 眼前的痛苦和压伤 只不过是过程 希伯来书四章二节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么痛苦之后的喜乐 十字架之后的荣耀 又有哪些呢 一 他必看见后裔 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因他成为了神的儿女 以基督同坐后四 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 二 延长年日 带着复活荣耀的身体 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他将要带离神的种子 一同进入荣耀里 因为他胜过了死亡 废除了死亡 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所以相信他的人 将来也要复活 得着荣耀 复活的身体 进入永恒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涕 疼痛 三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哼通 神一切的旨意 都必因他一一成就 耶稣的一生 以及他复活之后 都在成就神所喜悦的事 他不求自己的意思 不偏行己路 只求父的旨意 第四 他必看见自己 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从新约的角度 去看耶稣基督的死 和复活 就会看到全辈的救恩 临到人 也临到大地 所有的受造之物 都要恢复到神 创造完美的光景 这一切的翻转 弥赛亚必亲眼看见 且心满意足 因为弥赛亚 不是白白受苦 他所做的一切 大有功效 亲爱的 您知道吗 我们也是耶稣基督 劳苦的功效之一 我们之所以 可以因信称义 可以来服侍主 将自己献上为活祭 如此理所当然的服侍 那是因为耶稣 为我们付上了代价 赎回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神家里的人 成为灵石一同被建造 成为神居住的灵工 这三个月以来 我看见了西雅图灵梁堂的 第一个服云中心 有两个小组的组员 奉差遣出去开拓 麻雀随小到五脏济全 每个人都在服侍 有些人甚至参与五六项的服侍 有些人早上在南边服侍完 还要赶到下午到北堂来服侍 他们毫无怨言 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补上 您知道吗 我每次看见 每次心里都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些都是耶稣基督 劳苦的功效 他配得我们枉费一生 他配得我们如此疯狂 毫无保留的全然摆上 耶稣看见 耶稣也必心满意足 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被耶稣吸引的人 甘心乐意地奉献一生 为主而活 诗篇110章3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第五 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谱 得称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是的 弥赛亚担当了我们的罪孽 以公义为外袍 给我们披上 使我们因性成义 第六 神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卤物 弥赛亚将命请导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因此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至上的名 将一切在天上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他战胜了黑暗的权势 罪恶的权势以及死亡的权势 他释放了被掳在黑暗中的百姓 救他们出来 带领他们进入神爱子的光明国度 并且他要做王掌权 以爱和公义来治理这地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道成了肉身 为我们而来 担当了我们的罪 为我们而死 并且您已经复活 主你战胜了一切 主啊 是的 我们要相信你 我们要回应你的爱 我们要甘心乐意的一生来服事主 主你为我们而死 我们要为主你而活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 乃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